今天要來做一道 台式的傳統美食 古早味 五桂芋頭糕 芋頭清香 口感綿密 一起來看看怎麼做吧 準備的食材有 浸泡過的在來米一百四十公克 蒸熟的芋頭八十公克 白胡椒少許 鹽巴少許 約六十度的溫水一百七十五CC 家裡沒有溫度計的 可以一半冷水一半熱水混合 圖像按鍵操作簡單 輕鬆馬上會 兩分鐘全自動快速調理 純米製作不加粉 不需繁瑣研磨米漿 哇!帶有芋頭香氣的米漿 兩分鐘就完成了 加入部分蒸熟的芋頭塊 保留芋頭原理口感 自己做下料大方 愛吃什麼就加什麼 放入電鍋外鍋加兩杯半的水生熟 脫模後的藕櫃 芋頭塊布滿每一寸 下料大方 純米做不加粉 冷掉也很好吃 吃起來Q它綿密 滿滿的芋頭餡料 一口接一口 越嚼越香哦 自製芋頭高 有著滿滿的芋頭餡料 真好就已經很美味客口了 配上蒜蓉醬油味道更是棒極了 營養大師和你一起來做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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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